我覺得都有錯 只是錯的點不一樣 打人很難 我覺得打人當然是罪的一個行為 蠻小的 到底很想知道處犯到底多 那你們會因為這個事件去吃超假煮嗎 還是說 那你呢 吃不下去 有可能被超派鐵拳嗎 沒有我挺超哥啦 因為我怕被打 知名實況直播主Toys 20日到網紅超哥所開設的日式料理店用餐 超哥因不滿Toys批評店內餐點 在街頭直接出手暴打Toys 該起暴力事件也引起網友們廣泛討論 你看他怎麼說 會挺椅子吧 就是你開餐廳至少也要就是接受批評 就是不要扯什麼國籍嘛對不對 我看影片是覺得他講的 是真的有點太超過 就是講一些比較不好聽的話 對有失口 兩個其實之前是有過節 所以那扣椅子去這家店的intention 你就會覺得 你是真的是當公道婆嗎 因為你們有過節 所以你可能反正就有一些介敵 他如果吃完以後他覺得好吃不好吃 因為這是個人感覺 就是有的時候我覺得這東西很好吃 一定會有人覺得不好吃 所以的確他可以講出自己的觀點 所以你也不能說他講錯 當然還是不能負豬包 真的不能打人喔 就算你是父母 你也不可以直接打小孩 我覺得都有錯 只是錯的點不一樣 打人是不一樣 我覺得打人當然是對的一個行為 但是 我們不能忽略就是言語帶來的傷害 的話你還是要尊重別人的想法 那個當下的環境 去決定說 到底應該要講什麼話 大家千萬不要打人 不要看不爽你就打人 這個事件你會想要好奇 吃吃看他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是蠻小的 當然很想知道觸犯到底 對 感覺超哥不得 確實的嘴巴真的也蠻堅 你可以選擇去警方做調節 但是 輸手打人就不對啊 那你們會因為這個事件去吃超家族嗎 還是說 你 吃不下去 可能被超派鐵拳 沒有我挺超哥啦 因為我怕被打 那東西好吃嗎 我看館長測評是說還不錯 觸犯上面有個海膽看起來很屌 所以就來了 結果現在等下一批要等大概三個小時 平心有論去講嗎 還是說真的不好吃 你還是會講什麼 不好吃下次都不吃啊 在這個地都玩 然後這個價格算還可以 就吃飯本來可能不符合他胃口 但也不知道這樣 就還有暗在身 他這樣還要再進去很麻煩 我不知道他可能打不贏嗎 拳擊白血